内政监律政部长尚默根表示 我国的跨族群和跨宗教联系 或许比世界上很多地方做得更好 但是如何确保社会不会出现信任缺失 仍然至关重要 部长也说 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 已经对社群互信造成影响 200名回教青年在一场闭门对话会上 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回教恐惧症等等 部长指出 他认为重要的是 我国在促进种族和宗教和谐方面 比很多地方要做得好 但我们仍然要保持谨慎 即便社会中大部分人是相互互信的 尚默根也对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提到 菲律宾马拉维市武装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斗争持续造成恐怖组织动言要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动攻击的说法做出回应 部长表示目前没有来自马拉维威胁的具体情报 不过那里的局势确实使到恐怖威胁加剧 尚默根也呼吁我国的回教社群和非回教社群进一步加强联系 尤其是回教青年应该更多的参与本地的社区活动